我們要為大家帶來這一道 就是有飯,但是就是要有湯 這個是台灣非常經典的 叫肉跟湯 這個是豬的後腿肉 也是在我們這裡的超市買的 一定要後腿吧 前腿也可以 應該老闆的水更好 豬後腿肉 把它切成長條狀之後 用一點的醬油、蒜頭、糖去醃製就可以了 醃完之後呢 這個也是在我們本地買的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魚滑 上面是寫魚滑 這是魚姜的意思 魚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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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把這兩個加在一起 把它整個擴在一起 這個很簡單,我們把整個擴在一起 好 好 那過完之後呢 旁邊燒一鍋熱水 好 來 燒一鍋水 好 然後呢 我們會有水 水 水要倒沸嗎 不用 大概差不多60度就可以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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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這個肉根啊 這個要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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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攪拌它越好吃 好 好 好 再來呢 對 我們稍微用這個手 把它抓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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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的就放在水裡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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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這個 豆根是很簡單做的 所以我們這個 在我們 mosr 這裡啊 可以做得出來的 好 所以 這個 上面的東西 可以做的 好 這一招 我們這裡已經把這個肉根放下去了 那你隨便來旁邊要準備 這個煮完的肉根就像這樣 這個湯裡面我們直接可以加一點像這個大白菜 加一點大白菜 還有香菇 還有我們的這個紅蘿蔔 還有我們的金針菇 還有一個就是筍絲 把他們放在水裡面 你把所有材料都放在水裡 放在水裡裡 還有柠檬 還有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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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 如果有其他食材 你也有其他食材 也有其他食材 是不是很厲害 還有蜘蛛 還有我們的這個炸了蒜頭 炸了蒜頭 還有蜘蛛 就是這個 君泡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加點 芡粉水 還有個蒜蘿蜘 所以我們來做這個醬汁 今天我們所做的菜式 示範的料理 在我們每個人的 recipe 上都有 回去可以試試看 我們這裡面等到水滾 煮沸的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嵌水放下去 這個嵌水可以放進來 慢慢就把它喝一下 雞皮 今天呢 這個濁度好濃 可以加一點那個黑醋 加一點黑醋 加一點黑醋 跟它去看看 3,000多塊 2,000多塊 對,黑醋 好 哇 肉真的做好了 好快啊 And then it's ready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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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